文湖縣又出狀況 上午7點31分出現耗聚異常 直到11點45分才初步排除 一度東元站到建南站之間維持正常行駛 但是建南站到南港展覽館站 則是9個站停駛改由公車接駁 剛好今天四季二專考試登場 有考生搭捷運貝卡 心急如分 群眾從捷運站快步走出 還有人急到小跑步 就不是急著搭轉成公車 而是台北捷運文活縣又卡住了 光備只能開到建南站 綠車才剛開門 占領人員就趕緊大宣呼喚全客 通通下車 還向左右確認是否還有乘客留在車上 周六上午7點31分 雯湖縣突然出現耗聚異常 一度列車行進間會停下 車門也快速開關 後來只能分段營運 東元到建南站之間維持正常運轉 但建南站到南港展覽館之間 共9個站全部停擺 只能靠公車接駁 剛雯湖縣平均要多花20分鐘 除了有乘客抱怨不太方便 尤其周六剛好四季二專的統車登場 許多學生趕著硬考 正是交集 統車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那你現在就是要去哪一站 西湖站 是要等啊 但是還好我們比較早出發 所以還好 我們老人家都要爬樓梯 就爬下來 很辛苦 不方便 遇到也是要這樣子 有絕博車要辦怎麼辦 怎麼辦 警管捷運公司緊急派輪查休 還是延宕四個小時 直到11點45分才宣布 除了東湖站擴展不停外 其餘客站恢復正常營運 目前正在統計受影響的班次與人數 經常給他繼續綜合報導 謝謝 谢谢大家